鄭文老師 跟大家介紹一下鄭文老師他 到過關我們看展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些細節 我會講十個單元由鄭文老師不同的一些技巧 這個單元想跟大家講的是暗語的部分 鄭老師會藏很多東西在圖畫裡面 這個其實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看不看得懂他也不太在意 不過這是他開心的地方 譬如說我跟大家講一下 譬如說這個深邃美麗雅西亞 這個垃圾是我畫的 這個頭是鄭老師畫的 鄭老師那時候還跟我講說 這個垃圾都很醜嘛 那我想說那怎麼排才好看 那鄭老師跟我說把它排成一個像F1賽車一樣 就讓白兵衛出場的時候就很有氣勢 譬如說這張圖我覺得也很有趣 這個是那個理想王第一次出來 他在夜市然後那個起火 那這個火 那有些人畫火好看 有些人畫火不好看 他那時候講說畫這個火的時候 要像一朵牡丹花一樣 所以他的火特別漂亮 那像這個是東周第一集的第一回 藥梨 他的第一個看頭頁 我覺得這個圖也非常非常有趣 那這個藥梨他就是為了名利嘛 他自己老婆也死掉了 他自己手也斷掉了 最後他也死掉了 那很有趣他把它用一個像名利的名 一樣的一個繩子 好像上吊死掉了 重點是他還微笑 所以他是很高興去接受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一張圖就表達就很完整了 他這張圖就畫在一張包裝紙上面 上面有很多那個金色的金箔 所以就變成好像滿天那個金色的花瓣一樣 這個隱藏一個很好的一個有趣的題目在裡面 那像這個是正問三國字的其中一張圖 就這個很有名 就是那個諸葛亮有徽類斬馬記嘛 就他做錯事後來諸葛亮把他殺掉了 那重點是他做錯什麼事呢 就是那個時候諸葛亮跟他講說 那個扎營的時候一定要扎在平地 不要扎在山上 後來他不聽諸葛亮的命令 他自己就扎在山上 後來他就被衛軍就火攻就失敗了 所以他隱藏了一點紅色在山上 不知道看得出來嗎 就是他是因為被火攻才死掉的 所以他隱藏了一個小小東西在裡面 跟大家講那些技巧 就是說其實正問老師影響我很大 這個他隱藝的這種概念我後來也用了 那譬如我找一張圖做一下範例 這是我之前畫一張海報的 那時候我就想到那些正老師那時候教我這隱藝的概念 我想說這些人我要怎麼組合比較好看 其實我那時候想的是一個竹蜻蜓 哪怕看得出來嗎 你為這個結構可能要犧牲一些事情 譬如我想要組蜻蜓對不對 所以我這披風畫的就是很水平的 他就感覺在出來 就不要去受那個人物本身的影響 就你的暗喻跟構圖他其實相對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再換一張圖 那這張圖我覺得他的暗喻也很有趣 這個是正問三國字裡面一張 就是長板坡 就是趙雲救這個阿斗 那時候是曹操和五十萬大軍 準備一次滅掉劉備 趙雲的工作就負責保護家屬 你看趙雲這麼忠心人 卻把家屬給搞丟了 所以你看這個有多嚴重 當時有五千的虎豹祭 虎豹祭就是特種部隊的意思 就追了趙雲 那他那時候找到那個彌夫人跟阿斗的時候 危險到說彌夫人得立刻自殺 你看有多危險 因為應該只有一個人逃得出去阿 那這麼危險的狀況下 正問老師卻沒有畫任何一兵一卒 只有他們兩個人阿 那他用一個長頸的概念來代替 那怎麼逃出去呢 他暗喻藏在這個披風裡面 不知道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是個翅膀 所以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其實還有一線生機 就是一個翅膀的概念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一般人 可能看一個抽象的一個很好看的圖案 事實上他暗藏一個東西在裡面 讓這個圖多一個趣味 那過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這張很有名的阿比劍的一張圖 我覺得這張圖就是有藏著 鄭老師他對佛的一個概念 就是金剛力士的盔甲轉化到何無森的身上 代表說他替金剛力士降妖撫摸 保護善良的人 就是任爺經裡面有講說 不為物轉則能轉物 所以這盔甲能夠轉過來 尤其這轉成一個圓形 就代表佛家最終的概念是圓容跟圓滿 所以我覺得大家欣賞這張圖的時候 希望你會看到這個更多 老師他對佛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加速 Onda屆 可惡 咁 schaut 언�論文